世衛專家組星期一在湖北疾控中心逗留4個半鐘 官員說跟中方有非常好的討論 世衛說專家組由考察地點收集資訊 進一步分析之後可能帶來更多疑問 會繼續促請中方提供數據 形容過程好像偵探查案 講到全球疫情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指出 全球過去三星期的新增確診數字持續回落 他認為是好消息 但由於各地相繼通報變種病毒個案 譚德塞提醒各國不可以鬆懈 過急放寬防疫措施 否則疫情會捲土重來 英格蘭有過百人感染南非變種病毒 其中11個確診者報稱沒有外遊記錄 政府不排除變種病毒已經傳入社區 宣布星期一開始展開大規模檢測 英格蘭8個通報變種病毒的區域 一共大約8萬人 無論有沒有病徵都要接受檢測 美國的變種病毒個案同樣令人關注 雖然新增病例和入院人數近日緩和 但截至1月底 各州一共通報最少471宗變種病毒個案 絕大部分是英國的B117變異 亦都有來自南非和巴西的變種 疾控中心說病毒基因排序的效率仍然不理想 促請民眾繼續遵守防疫措施 並盡快接種疫苗 有線電視記者 陸曉山報導